歡迎繼續收看 相關心地坑的藍道新聞 為了要讓頂部的頂部的頂部更加有趣 在頂部的頂部的頂部 頂部的頂部的頂部 就是要完成 自己的一本生命故事的圍本 今天頂部的課程是 張維平教授 他設計說 我的生命故事的繪本 每個人都有一本 從頭開始 帶他自己的相片 說他的故事 我負責的是 他要吃的東西 他要做的運動 他要看的切 他要做什麼 就是他做最有趣的 唱歌跳舞每行都可以 還是要看一看 希望社區頂部壓筆 來頂尋記錄自己的故事 不過最後 讓他們用剪刀的方式 來完成 因為我們這裡很多人 他小時候沒有剪刀 有的人說 做事做到這樣 現在叫他 鞋子 用鞋子 鞋子 他說他不合 所以我們就盡量找圖片 找一些橡皮圖片 讓他告訴他 譬如說我要吃榴槤 我們就找榴槤 讓他打下去 我還要吃西瓜 就找西瓜 我還要吃牛肉 就要牛肉 每個頂部的認真 找到 只要符合自己的現場 Florence 要甚至上來 換一隻 只要 再上一次 再釣水 是 對 呀 你還要吃牛肉 有嗎 顴家 那你有什麼 一個家 好 喔 動物我喜歡很多喔 小豬 大象 還有貓熊 還有企鵝都喜歡 工廠收集十字切笨 還有大部長便利商店的DM 提供中部有學校的導演來煎打 大家也找到很開心 阿不然要叫牠蛇子 很艱辛啦 所以我們這樣盡量幫忙 幫牠們找一些圖片 讓牠們勾下去 讓牠們很快樂 對 讓牠們在這裡很快樂 阿這本阿伯 會給牠們傳給牠們 牠孫好這事實 牠流下來 牠的生命故事 由牠的生命開始了 牠自己做什麼都要記錄在這裡 為了要完成任務 頂皮很愛來上課 頭過前大過程 讓牠們頭髮 頭髮手 以風液底液涼 記者環洪坤插風報導